哈囉 我是湘婷 想先問問大家 2021年的行事曆你已經規劃好了嗎? 要如何配合年假才可以放好放滿放爽爽呢? 還有Google Map有推出了一個社群推播的功能 這個又是什麼呢?該如何使用? 來 我跟你說 只要把影片看到最後就知道答案囉 iOS的行事曆原本就有台灣節日 但你知道其實台灣節日跟國定假日 其實是有一點點不一樣的喔 因為台灣節日它並不代表說它會放假 因為像是元宵節啊母親節 行線紀念日等等的都沒有放假 但是國定假日必定就會放假 那趕快點選下面的連結 就可以一鍵幫你整個輸入到你的行事曆裡面 好 我們先點選連結 點進去之後呢選擇好 然後檢視行程 點進去之後 這樣就完成啦 那我們就先到手機的行事曆裡面 你就可以看到 哇 有很多的連續假期 有這幾天像是春節啊等等的 那另外呢它有一個非常貼心的是 它還可以看到補班日補課日 像是在2月20號要補班也都可以看到喔 那你就不用再去翻實體的行事曆在那邊一直寫一直抄 到底哪幾天跟哪幾天放假 哪幾天要補班 這樣太麻煩了 你只要一鍵就可以搞定 那另外呢如果你想要把其他的 比如說你之前有設定好的行事曆訂閱做取消的話 我們只要到設定的地方 然後往下滑有一個行事曆我們點進去 點選賬號 然後再選擇已訂閱的行事曆 然後選擇你要刪除的那個 點進去之後呢 往下面滑就有一個刪除帳號 這樣就可以取消訂閱囉 你認識的Google Map只是地圖或者是導航嗎 欸它現在已經晉升為像是Facebook或是Instagram一樣 它有社群推播的功能 讓用戶可以追蹤店家啊或者是在地向導等等的 那要如何使用我們先到Google Map裡面 然後你在左下方的地方有一個叫做探索 我們點進去 你就會看到它會幫你搜索就是你附近的這些店家啊 餐廳景點等等的 當然不只有這樣它還可以追蹤店家 或者是在地向導等等的 那我們追蹤好之後呢 我們再往下看 它就會透過這個推播的方式 讓你得到店家的最新資訊 譬如說今天這家店家啊 它突然臨時休息 那它就會跳出就會透過這個推播的方式 跳出一個通知告訴你說 欸今天這家店休假沒有開喔 你就不會再跑去會有撲空的問題 另外它還有非常貼心的功能 就是它會根據你追蹤的店家去分析 你可能喜歡哪一類的餐廳或者是景點等等的 那在之後啊 那如果你只要打開Google Map 你就可以知道哪邊有好玩的 哪邊有好吃的 它會介紹你所有的賀蘇宅 最後跟大家說一下社群推播這個功能呢 在未來全球的iOS跟安卓系統的用戶都可以做使用喔 但是目前呢只有推出一點點的功能讓大家做使用 所以可以期待之後會有更完整版的社群推播 今天分享了2021年的放假攻略 還有在之前呢也有跟大家分享過Google Map的 如何一秒幫你搞定住宿 那再加上今天介紹的社群推播 讓Google Map成為你的神隊友 那相關的連結呢我都會放在下方 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也都可以做留言 那喜歡我們這支影片可以按讚 想要看更多的資訊要訂閱非凡daily 跟點讚臉書粉絲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喔 我是湘婷科技GIME5我們下周見囉 掰掰